Hello,大家好,我是Zoe 我今天这条影片就想讲一下 关于MPF,即是香港的强积金 在我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按了个like 和share 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我将来有多些新的片段 大家就会收到通知 如果你有在香港工作过 其实2000年开始 你就应该有 将你部门的工资 放入强积金里 在里面存钱 或者投资 由于这段时间 有很多朋友都在香港移民 或者回流回来加拿大 我遇到很多客人 都会问我关于MPF的问题 所以我特意今天用这条影片 可以解释一下 通常见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现在在香港 还有MPF的话,那怎么办呢? 我怎样可以申请提取呢? 又或者是问我 如果我一直都不拿 或者还没拿MPF 究竟在加拿大 它需要扶上什么的税务责任呢? 我也想在这条影片说一下 有些朋友会听到 你MPF的钱 可以转过来加拿大的 叫做RRSP 究竟这件事是否真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这条影片 去谈谈 有些朋友 由于他在移居的时候 其实未真正确定 自己是否真的想移民 来到加拿大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未处理他们的MPF 也有一些可能 由于离开的时候 太过闯处了 忘记了 原来MPF可以提早申请 我们也遇到一些客人 是因为他们在MPF里面的投资 未到限期 所以他们的投资 可能会丧失一部分的回报 或者他们的理想的回报 所以他们一直都未拿这笔钱 首先 其实MPF 如果在法定来说 在65岁退休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申请 有六大原因 你可以提早领取MPF 第一个原因 就是你已决定提早退休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未够60岁 但你已决定 你不会再受雇 或者再自雇 你去做一个 作出一个声明 之后你可以申请提早一笔 把MPF拿出来 第二个原因 就是永久性离开香港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这一条影片会主要讲的内容 就是你能够证明 你会永久性离开香港 会定居在另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用这个原因 去申请提早拿回MPF 第三个原因 就是你完全丧失你的行为能力 在什么情况之下 就是医生、证明 你不能再有能力 去做你丧失你的行为能力 之前的工种 你也可以申请提早拿回MPF 第四个 就是你罗患末期疾病 同样地 都是有医生证明 你只剩下12个月的寿命 的话 你也可以申请提早拿回MPF 然后第五个 就是你有一个小额结余 如果你的MPF里面 少过5000元 过去的12个月 你未曾投放过MPF 你也可以申请提早领取 第六个原因 就是死亡 死者的家属 就是遗产的代理人 可以申请取回MPF 主要就是这六个原因 我将职金局提早领取MPF的年线 放在影片下 大家可以去到上面 看看里面的细节 今天我这条影片 主要就是和大家说 用永久性离开香港的原因 去申请提早 去索取MPF 有什么事项要注意 过程是怎样 在申请之前 有一件事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多过一个MPF户口 我会建议大家整合那些户口 变成一个户口 为什么会这样提议呢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逐个户口去做宣试 和逐个户口去申请去索取 这会比较复杂 所以会建议整合户口 好了 当你户口整合了之后 下一步就可以准备去做宣试 去做宣试之前 有些事要做 你去到职金局的网站 你下注那份法定声明的表格 即是MPF 缺乎S 画画 W 缺乎SD 你会看到 第一版本也会提醒你 用永久性离开香港的原因 去提早索取MPF 只能够用一次 即是你今次之后 永远都不能再用这个原因 去拿你别的MPF 所以你要很小心去注意这件事 看完这个部分 那你就要填好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有两点你要留意 第一 就是你要留意 写你的来港日期 如果你真的有多个MPF 付口 那你那个来港日期 就要全部写同一日 否则 它就不当你是同一次的申请 所以如果你全部写同一日 它都要当你是一同 一次永久性离开香港的原因 去做这个申请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填好第二部分的时候 下面的签名 你千万不要签 因为你要等到做宣誓的时候 宣誓官叫你签的时候 才能签 才有效的 好了 填好这份表 那你就要去到文政事务署 那里做宣誓的 那我也都将文政事务署 那条link 就放在这个片段下面 那方便大家就可以去到 看的 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方便的地方 就选一个文政事务署 约好时间 那之后呢 就拿来这份form 一起做这个宣誓 那如果你在香港文政事务署 做宣誓的话 就免费的 那你可以在离开香港之前 如果假设你还没离开香港的话 那你可以在离开香港之前 去做好这个宣誓先的 那假设你个人已经来到加拿大了 那未曾在香港做到这个宣誓 又或者短时间内 又不打算回香港做这个宣誓的话 那你也可以在加拿大 找这个公正人去帮你做这个宣誓 那当然了 就不会免费的 所以你自己要衡量一下 哪一样东西更加适合你自己 那好了 填好了form 做了宣誓 那你下一步呢 就可以去到你的受托人公司的网站 那里呢 就download一份form 这份form 就是那个申索表格的一份form 这份form 就是MPF Coulu S Wawa W Coulu O Saku 就是这个申索表格 那每一间受托人公司的申索表格都很类同 但是号码是一样的 好了 那你那个法定声明填好了 做了宣誓之后 然后又去你的受托人公司那里 做了那份申索表格之后呢 香港身份证副本和加拿大定居证明 身份的copy 这套文件可以申请 不同的受托人公司有机会要求交出更加压外的文件 根据每个公司的要求 递交了所有文件给你的受托人公司 就可以打电话和代表或公司 去确认所有文件已经收齐了 确认后,他应该告诉你 30天内就会帮你处理了申请 在申诉表格里,你也应该写好如何拿回这笔钱 你写清楚你的银行帐户 30天内就会返回你个人指定的银行帐户 说完以永久性离开香港的原因 申请提早提取你的NPF 如果假设你来加拿大之前 还未将NPF处理了 究竟你会有什么税务责任呢? 很多客人都会问我 如果我在香港那份NPF还未拿过来 那是否要打很多税价? 趁这个机会都可以和大家澄清 其实如果你决定成为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那么每一个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他们都会有这个责任 是报给税局知道 你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只要你有多个10万元加币的资产 你都要报给税局知道 报给税局知道 不代表税局要全部你的资产要打税 什么的部分要打税呢? 就是说增值的部分需要打税 在这个情况下 由你离开香港 然后来到加拿大 不过税务年到尾之前 中间任何的增幅 才需要报回投资回报的收入 所以我通常都会问客人 究竟你们有没有留下一些Statement 在离开之前 究竟你那份NPF 或者任何的资产是价值多少 到年尾的时候 有价值多少 才可以知道那个差别 才可以每计师帮到你报税 知道究竟增值了多少 按照加拿大 以一个投资收入的税价来计算 我可以找一次和大家说一下 加拿大的税是怎样计算 因为很多人都问到我 关于这个问题 也很担忧 另外 我也听到有朋友跟我说 听到有人说 如果可以把香港NPF转过来加拿大 直接打入RRSP户口里面 可以告诉你 我自己因为这件事 也去过不同的银行 也查询过 那我确定真的不可以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香港的NPF强积金 是有点像加拿大的退休基金 但是其实那个运作上不一样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 RRSP 就是Register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或者我们叫做 注册退休储蓄基金 就是需要你在加拿大 有个工 然后上班的其中一个 百分比才可以投入 放入RRSP 为什么有什么那么好呢 放在RRSP 当年你的投放 可以用来减低你的收入 就是减低你的收入税 同时你那笔钱 放在RSP里面做投资的话 我们就叫做Tax Defer 就是迟些才交税 就不用每一年增长去交税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 可以这样转 那我在里面的投资 可以省了那笔增值税 很可惜其实不可以是这样的 所以就想澄清这两件事 这一条影片到这里 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香港仍然有一份NPF 或者多过一份NPF的话 你可以如何去处理 以及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会有什么税务的责任 以及是否可以直接放在加拿大的 注册退休基金里面 我在这条影片里面 就已经一一跟大家解释过了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你可以like我这条影片 还有认为有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share给他们听 还有如果你认为我的资讯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想在我什么时候上传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 你可以subscribe这个channel 好了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